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是中国清代的复横宗慈碑 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块石碑的故事 和海曼五部分组成 专家介绍说 像这种形制完备 雕工精美的石碑 在中国国内是不多见的 在复横宗慈碑高高耸立的碑手上 雕刻有四条龙 它们成双结队 头部朝外 面部朝下 龙眼圆睁 龙牙外露 龙鼻顺势雕刻在碑手外扑的下眼上 龙须飘然而下 而龙身则彼此缠绕 上下翻飞 头尾相互拥抱 碑手中间是两只龙爪 小心翼翼的捧着一颗宝珠 下面则有祥云托福 专家说 像这种造型的碑手 在中国唐朝就出现了 到了中国明清时期 就成了四条龙 两个龙身了 它那个尾巴是连在一起的 还不是胶尾 就是这两个龙头 共用一个龙身 等于是四个龙头 共用两个龙身 它再交织到一块 而且你找不着尾巴尖 在碑手下面的碑身上 其正反两面雕刻有十四条小龙 其中每一面的两边 各有四条细珠小龙 专家介绍说 这种龙头对龙尾 中间夹着珠子串联在一起的龙 叫做杆珠龙 它们腾云架雾 依次排列 颇有气势 而在上下两边 则一改过去 二龙系珠的造型 各雕刻了三条龙 其中最中间的是团龙 专家说团龙在中国明清时期 是等级最高的龙文 用于宫廷装饰或皇家园林的建筑装饰 它们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 但在复衡宗祠碑上 王爷公主这一集 最多的用四爪 我们管的叫四爪蟒 而我们发现这个里头的这些小龙 都是五爪 而这块复衡宗祠碑的碑身两侧 也一改很多石碑素面朝天的模样 各雕刻有一条五爪生龙 猛一看 像是杆珠龙的扩大版 不过它的动作更加威猛 不仅两只后爪随着龙身扭动到另一边 而且龙身还裹挟着层层降云 龙尾则把海水搅动成一个漩涡 在漩涡的周围雕刻的是山崖 而在山崖的洞穴里 还潜伏着一只动物 它两只前爪牢牢地抓着洞壁 舌头用力往外探 长长的尾巴从洞穴里勾出来 紧紧地贴在山崖上 好像生怕被蛟龙带起的漩涡卷走似的 专家说 这个很像壁虎的动物 其实它是个海兽 在碑身的下面还有一个副作 也雕刻有精美的纹饰 一面是麒麟 一面是狮子 首先我们知道 文武的装饰不一样 比如文是琴 武是兽 所以首先我们看的两边都是兽 那说明这个是个武官 是吧 从航武的出身 是吧 武将的大臣 是吧 但是呢 麒麟呢 跟他们也有不同 麒麟还代表一种富贵 狮子呢 当然也是有极高的这个这个武品啊 才有的这种享受的这种装饰 这块石碑的副作下面是龟夫座 龟夫的头部与龙头很相似 只不过脚是独角 龟夫又名碧细 相传 它是龙所生九子中的老大 样子像乌龟 特别能负重 因此中国古人雕刻其形象 用来驼石碑 在龟夫座的下面 是雕刻精美的海脉 上面有层层的海浪和重重的山崖 水中还有鱼鳖虾蟹等图案 鱼鳖虾蟹的雕刻生动传神 鱼和虾被海水紧紧的裹挟着 一时难以挣脱的样子 而鳖和蟹好像不甘屈服于海水的威力 努力往外爬 鳖刚刚挣扎出半个身子 蟹则全身浮现 似有冲浪的架势 专家说 带有海曼的石碑 中国明清时期才逐渐流行 但像复衡宗词碑这样 雕刻出如此精细的海曼 却难得一见 这块复衡宗词碑的碑文 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刻写的 他还记述了乾隆皇帝 为复衡赤剑慈碑的誓仪 其中写道 大学士工复衡 前因金川藩蛮不尽 自请世诗 为时朕以其试赌忠贞 朕欲加恩 此立词堂 大意是说 由于复衡在金川骚乱时 自建出征 而他们家族又世代忠于朝廷 乾隆皇帝决定 为其建立词堂 复衡是中国清代乾隆皇帝的 第一位皇后 孝贤皇后的弟弟 复衡所属的复查氏家族 是上三旗中的首旗 有皇帝亲统 地位很高 其曾祖父 祖父和父亲 都对清朝有过突出的贡献 复衡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是姐姐承担起抚养和教育 他的责任 雍正五年 清宫举行玄秀女活动 复衡十六岁的姐姐被玄中 并在当年和雍正皇帝的儿子 爱心觉罗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结婚 乾隆与孝贤结婚后感情深厚 自然对这个小舅子宠爱有加 而复衡并没有像其他皇亲国戚那样 飞扬跋扈 坐享其成 而是勤勉好学 八分有为 他不仅主编过一些重要的书籍 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办事能力 大到军事决策和政令的制定施行 小到朝中各种典礼仪式的拟定 他都安排的有条不紊 因此很得乾隆皇帝的信任 乾隆皇帝号称实权老人 是因为他的实权武功 其中之一就是对大金川的战事 而复衡则是平定大金川时的核心人物 大金川位于今天四川省金川县 地处大渡河上游 雍正时期 大金川势力逐渐强盛 到乾隆十二年时 他们开始侵扰清朝西南边疆 乾隆皇帝决定对大金川用兵 但是由于大金川地区 山巒起伏 地势险耀 清兵久攻不下 就在进退两难之时 仅有二十几岁的富衡 毛遂自建 坚决率军到前线作战 临行前 乾隆皇帝特地前来为他撞行 皇帝就是为了他撞行 然后于是就是说我给你修这个词 宗词 富衡也说了 说见不见宗词回头再说 等我回来胜利了再说 而且当时他才二十几岁 所以说呢 如果要和一般的 这个这个非常那个几朝元老 好几十岁了 去也就去了是吧 也应该也有经验 但是作为他那么年轻 而且又是作为这个国戚啊 所以皇帝就觉得 可能是觉得对不起了 觉得我得给你好好的给你奖励 这从客观上也说明了 就是富衡本身也确实有本事 而且他也坚信他能战胜 能把这事做好 就在富衡亲临前线作战时 他年仅三十七岁的姐姐 孝贤皇后去世 虽然富衡没能见到姐姐最后一面 但他并没有辜负乾隆皇帝的期望 很快便稳定了局势 眼看大局已定 乾隆下达班师诏书 并对富衡大家赞扬 封他为一等中永宫 赏四团龙捕挂 乾隆十四年三月 富衡班师回到京城 乾隆皇帝亲自率领皇长子及 诸王大臣迎接 不久为富衡赤剑宗慈 并立下这块富衡宗慈碑 后来这地方另做他用 慈碑也被移至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宗慈在中国古代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 一直以来 只有皇室贵祖才能修建宗慈 直到明代以后 才允许民间修建 但是由皇帝赤剑宗慈的都不是等贤之辈 专家介绍说 宗慈一般都是为逝去的人所建 而为活着的人建宗慈则比较少建 这种宗慈称生慈 里面供奉的大多是贤能之人 富衡宗慈就属于生慈 可见在乾隆皇帝眼中 富衡是一位战功卓著的贤臣 乾隆三十三年 清朝的西南边陲发生战事 富衡再次情婴 却因为水土不服而染病 他返回京城后 乾隆皇帝对其病情十分关心 并派御医诊治 然而富衡还是于乾隆三十五年病逝 去世时不到五十岁 乾隆皇帝深感惋惜 写下 故年卫武旬 鞠躬尽瘁 丧我贤臣之余 并承诺要承担起对富衡后人的培养和教育之责 后来乾隆皇帝还把四女儿和硕和家公主嫁给了富衡的次子福龙安 由此可见君臣二人的身后有情 如今几百年过去了 富衡和乾隆皇帝早已故去 但见证他们君臣之情的这块富衡宗慈碑却保留了下来 成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